临死前抢吻了素敌一口 却被他给就回来了 没错 我就是当事人 你要问我现在什么想法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后悔 非常后悔 因为我认错了人 我是东黎国文丞相家的嫡女 文兰 我的素敌是票齐大将军家的儿子 霍兴莲 他爹跟我爹是好友 本来经常串门是常事 但是自从我跟霍兴莲能跑回跳了之后 他俩就不常见面了 因为我跟霍兴莲实在是八字不合 两人一旦碰到 不见面写是不行的 为了我们两家的和气 文丞相和霍将军的友谊让了路 至于这般水火不容的两个人 为什么会定了亲 当事人表示是意外 我把他抢吻了 我今年刚急急 本来就是活泼爱闹的性子 哪里有宴会 我就往哪去 因为老爹在朝中的威望 我自然是走到哪都有人捧着的 因而 我从不带随从丫鬟 结果那次就出事了 当我跌进冰冷湖底时 我听见了大家的惊呼声 快来人 文家小姐落水了 然而那么多人在岸边喊 却没有一人下来救我 我一阵扑腾 渐渐没了力气 就在我的眼前 即将被黑暗笼罩时 我看一道脚尖身影 突然窜入湖里 快速朝我游过来 我被他捞上岸时 还有一点意识 迷迷糊糊看见他的脸 心跳不由加速 我喜欢霍兴颜 是整个东黎人都知道的 我跟霍兴颜打架时 是如何的惊天动地 我追霍兴颜 就是多么的轰轰烈烈 没错 他俩是亲兄弟 我直觉此刻 站在我面前的 就是霍兴颜 毕竟霍兴颜才不会救我 他恨不得我死了 胸腔一阵静攒 窒息感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我感觉我就要死了 看着眼前那模糊的身影 我那本就不晓得贼胆 一下膨胀了 我趁着他低头查看的瞬间 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攀过去 一口亲在他嘴上 周围一片寂静 众人惊呆了 霍兴颜动作僵住 嗯 不愧是我 落地精准 我心满意足地把头一歪 昏死过去 结果大夫说我只是敲了水 我没死成 我的英勇事迹 在东黎传畅开来 老爹想我丢人 已经称病好几日未曾上朝了 这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听我娘说 霍家已经请没人过来说亲了 天大的好事 哈哈 我内心狂喜 却还要表现出 一副小女儿娇羞的模样 我悄悄跑到前厅 看见霍夫人坐在前面 便更是确定了心中所想 都说霍兴颜是东黎公子的典范 七月光风 冰青玉洁 眼下 这偏偏公子就要与我文兰成亲了 我有些羞涩 不敢贸然上前 藏在屏风后面偷偷听着 霍夫人的声音不小 毕竟是叫门主母 既然你家文兰如此钟情 我家新莲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吧 毕竟那天的是不少人看见了 我娘很是不好意思 实在是我平时教导无方 才让她这般无法无天 新莲啊 霍夫人摆摆手 我会再劝劝她 我们两家毕竟多年好友 文兰是我看着长大的 虽然性子 活泼了些 但也是个好姑娘 她们在说什么 我有点听不懂 我跟霍新莲一亲 关霍新莲什么事 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才接受了我亲错人的事实 我抱着我娘的大腿 声泪俱下 娘啊 孩儿不嫁 我娘恨铁不成钢地戳着我的头 你当初干什么去了 胆子倒是大 人家新莲被你吓了好几天没出门 她一说起这是我 就想起当时的场景 恨不得掐死亲了霍新莲的我自己 眼看她还要再说 我连忙摆手 求您别说了 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屁里抬进我闻府大门的时候 那鲜红的绸缎 刺痛了我的眼 我终于忍不住 抬腿跑进了 于我家一街之隔的将军府 轻车熟路地踹开了霍新莲的房门 好巧不巧 霍新莲正在换衣服 我还没反应过来 一件夹杂着浓烈汗臭味的衣服 就扔到了我头上 随后我就听见了霍新莲的怒吼 文兰 你是变态吗 谁 谁是变态 我怒不可遏地将衣服拽下来 也吼道 我是变态 你还娶我 你不是更变态 我俩来回吼了几声 然后把嗓子吼皮刹了 最终坐在桌子前面面相去 眼珠都要瞪出来了 我尽量心平气和地跟她商量 你能不能去死一死 这样咱俩的亲事就能作罢了 霍新莲 她没有采纳我的建议 我俩再一次不欢而散 我气冲冲地回到自己院子 心里百般懊悔 怎么就认错人了呢 那霍新颜和霍新莲相差三岁 一个是五文弄墨的翩翩公子 一个五刀弄枪的野猴子 虽说样貌八成相似 可气质却天差地别 果然 当时落水后神志不清 眼神也不好使了 不过 我有一点没想通 霍新莲为什么要救我 明明她那么讨厌我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整整三日 我抓心脑肝也想不清楚 我着急呀 但我从不委屈自己 想不通我就自己过去问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熟练翻过两家墙头 钻进了霍新莲的屋子里 霍新莲对我的突然出现 已经有一定的免疫力了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变态 你又来干什么 我也懒得跟她斗嘴 长腔直入道 我来就问你一句话 你为什么要救我 霍新莲一愣 语气不好 我不救你 难道还要看着你淹死吗 文家救你一根毒苗 你爹娘平日带我不薄 我皱着没看她 她这话说得合情合理 找不出丝毫漏洞 但我不信 只因为她是霍新莲 我是文兰 明明在场那么多人 只要我再称一会 就一定会有人来救我 她又何必与我牵扯上 况且 她向来最讨厌多管闲事 我紧紧盯着她 语气笃定 你有事瞒着我 霍新莲翻了的白眼 我懒得理你 我正欲在问 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霍夫人手劲也大 把门拍得咚咚响 新莲 你方才有没有听见什么一响 我感觉咱俩可能禁贼了 我大惊失色地到处找地方藏 眼下可千万不能对霍夫人发现 我半夜三更来她房里 定要误会 到时候 我一是英明就没了呀 到时候 我与霍新莲退亲就无望了呀 霍新莲看我来回乱窜 几秒后终于忍不住开口 过来 我转头 看着她掀开的被窝 内心挣扎 霍夫人可没给我那么多时间思考 双手推门就要进来 我搜了一下 钻进了霍新莲的被窝 将自己全身缩了起来 霍夫人在她房里转了一圈 问了几句 霍新莲声音极为平静 半点也瞧不出她被窝里还藏的人 霍夫人走后 霍新莲一脚 将我踹下了床 不过她动作太大 我连带着被子滚出老远 隐隐约约 还有什么东西从床上掉了下来 我跌坐在地上 看着眼前的红色物件 有点恍惚 这东西怎么这么眼熟 正准备伸手去拿食 一股大力袭来 直接将我推至一旁 霍新莲手忙脚乱 连滚带爬的 将那东西藏在了身后 我睁愣了片刻 抬头看她 我看见了 霍新莲的耳垂 肉眼可见的红了 我问她 那不是我年少时送你的布偶吗 你怎么还留着 我糊里糊涂回到自己家 脑子里全是霍新莲面红耳赤的模样 这是我从没见过的 毕竟就是少年时 被书院夫子 在重铜窗面前罚战 她也是一副云淡风轻那样子 那个布偶确实是我送给她的 那时候霍将军一家 刚刚搬到京城 同我家做了邻居 别看霍新莲现在跟个皮猴似的 其实她小时候挺弱的 五岁之前常常生病 瞧着比同龄的孩子要小一些 那天黄昏 我从书院回家 路上碰见京城那几个小顽裤 正欺负一个小孩 唉 我一瞧 这不是我旁边那家的小不点吗 我这暴脾气立马上来了 我当街将那几个熊孩子 揍得哭爹喊娘 回家告状去了 然后拉起地上的霍新莲回了家 她那时候真的很弱 弱到我都对她起了联系之情 我低头瞅着她泛红的眼角 长叹一声 将自己心得的布偶拿给了她 诺 这个给你 你别哭了 可谁能想到 谁能想到 小时候软软糯糯的雪团子 长大后 就成了处处跟我作对的混世魔王 我越想越气 我觉得她留下那个布偶 是为了嘲笑我的 对 肯定是这样 没过几天 我正百无聊赖地在家绣着婚服 是的 绣婚服 我想过了 既然我逃不过嫁给霍新莲的悲惨命运 那我为什么不快乐地接受她 到时候 我高高兴兴地嫁她 她垂头丧气地娶我 怎么看 我都是赢家 我靠着这副歪理鞋说麻痹自己 霍新莲登门的时候 我还有小小激动了一下 毕竟是本小姐的青春啊 她还是那副温文尔雅的样子 闻小姐 我今天来是想 我伸手阻止 你别劝了 虽然霍新莲不乐意娶我 但婚期已定 我现在无法反悔 我以为她是替霍新莲当说客的 霍新莲一愣 呼得笑了 你误会了 我瞧着 新莲这几天还挺高兴的 我大惊 难道我与那家伙想一块去了 她又补充道 可能是婚期将近了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试探着询问 她被我刺激疯了 霍新莲哭笑不得 闻蓝 你对新莲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皱眉看她 表示不解 新莲虽处处与你作对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是说可能哈 她并不讨厌你 霍新莲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狗都不信 但这并不妨碍我 与霍新莲的婚期越来越近 那天我正欣赏我 秀在婚服上的野鸭细水 老爹上朝回来 直奔我院里 我从那见过老爹 那般可怕的表情 她扯过我手上婚服 吩咐下人 把小姐院子里的婚嫁之物 都扔了 扔不了的就烧 别留下一心半点 我问她 这是干什么 老爹转头看我 脸色阴沉 记住 你现在跟霍家 没有一点关系 你的婚我已经退了 按理来说 听到这句话 我该买来烟花爆竹 大放三天三夜庆祝才对 毕竟我连做梦 都想退婚 可老爹用这种语气 这种态度告知我时 我便知道 是霍家出了事 还是大事 大到堂堂宰相 都不敢插手 只能选择明哲保身 我被关在家里 哪也不许去 但这并不妨碍 我探听到霍家的消息 毕竟票棋将军谋反 满门抄斩的消息 怎么可能瞒得住 我心到怎么可能呢 霍星连他爹 就是个整天乐呵呵的大老粗 说实话 我没见过他那么老实的人 我第一个反应 就是他们家被陷害了 可是老爹的态度 实在让我害怕 次日 礼部侍郎霍星妍 未证霍家清白 以死名剑 一头撞在了宫门前 消息穿到我院子里的时候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哆嗦问 你说谁 丫鬟急得直哭 礼部侍郎霍星妍 小姐 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呀 我追着霍星妍 后面跑了这么多年 东里谁人不知 我身子晃了一下 伸手扶着身旁石柱 才勉强站稳 他怎么样了 听说血洒了一地 当场就盖了白布 那般要演夺目的人 他本该在朝堂上 施展自己的报复 有一片自己的天地 可结果呢 他就这么死了 我有些恍惚地摇了摇头 这不对 错了 错了 突然想起什么 我猛地抬头问道 他呢 霍星妍呢 迟迟没有霍星妍的消息 据说霍家人已经全部被收押 准备三日后问斩了 我还是出不去门 甚至连老爹的身影 都很久没有看见了 我终于病倒了 距离上次生病快有两年了 我向来觉得自己天赋异禀 得了副铁打的身体 这次的病来得又急又凶 我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两日 期间老爹来看过我一次 但我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 两日后我终于能下床走动 病重闷着难受 我在丫鬟的搀扶下走出了院子 本想去找老爹 问问霍家的情况 结果刚出院子 就碰见了老爹从外面回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披着斗篷 看不见脸的人 我轻声唤了一句 爹 老爹下意识朝后看了一眼 然后便开始呵斥我 你病还没好 瞎逛什么 跟我回去 他是谁 老爹一摆手 你又不认识 哦 我眼睛始终盯着他身后那人 我怎么感觉我认的呢 老爹有些不耐烦 正要吩咐人将我带回房内 就听见门口传来一阵铁蹄声 闻丞相海寒 下官奉命搜捕逃犯 还请丞相行得方便 门口有人叫门 我看向老爹 老爹脸色很难看 我又看向那人 那人身子有些抖 我一把抓过他的手腕 拽着他往自己院子走 他下意识挣扎了一下 我回头鹤道 霍兴莲 你要想活命就跟我走 带队搜寻的人 是大理寺少卿宋云 他素来是个不讲情面的 即使我老爹是当朝成相 他还是依旧带人闯进了我的院子 我爹指着他骂 这是我姑娘的闺房 你敢带着这么多男人进去 他敢这么做 我爹就能连夜写上十张折子掺他 最终宋云让了步 他决定一个人进来搜 我爹在阻拦 就显得作贼心虚了 宋云在我房里卖油逛了一圈 惬意的就像是在逛自家后花园 衣柜 箱子等能藏人的地方也都掀开看了 最后只剩我的床 我从被子里探出头 半眯着眼看他 宋大人还要搜我的床踏不成 宋云汉手 职责所在 文小姐见谅 我说 不见谅 我前些日子生了病 久不见好 大夫说让我发发汗 故而我眼下形容有些不整 我又抬头看他 你若是执意要看也行 说吧 我扭头往外喊道 爹 让人去请媒婆 顺便把我跟宋大人的婚书拟好 宋云一愣 你这是何意 我吃笑一声 你觉得被你看了身子 我还能嫁给旁人 还是说 你是想逼死我 宋云不说话 目光在我床上来回打量了几个来回 终于叹了口气 罢了 他说 宋云走后 我的院子彻底安静下来 我身子贪软下去 感受被窝里另一人的温度 头一回结巴了 剩下的话 被我重新咽了回去 霍兴连伸手搂住了我的腰 头底在我的背上一动不动 但我知道 他哭了 我不能像少神那样拍拍他 然后跟他说没关系 一切都会过去 我说不出口 因为我还有良心 全家惨死不是小事 他会变成霍兴连心中永远的痛 待到午夜梦回 他会无数次从梦中惊醒 这样的血海深仇 哪里能放得下 我没有剥偶了 便将脖子上带了十几年的御观音 取了下来 我将他带在霍兴连 还着我的手上 轻声哄道 我把这个给你 你别哭了好不好 我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醒来后 屋子里已经没有他的身影了 望着空荡荡的屋子 里面似乎还残留着霍兴连的气息 我没来由的有些慌乱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 这一别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跑去找老爹 他跟我说 文兰 你跟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他放不下 但你能放下 放下吧 文兰 我知道我放不下 霍家出事后 整个东离的朝堂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户部尚书陈月 在朝堂之上 混得风生水起 还有几个官员 也都官路亨通 节节攀升 他们有个共同点 都是二皇子的人 我听我爹说 太子在春猎时摔伤了 病情一直不见好 再加上前些年又接连犯错 皇帝已经起了废太子的心思了 而我爹和原先霍家 都是立保太子的 霍家的是 给了太多人警醒 我跟我爹说 要不咱离开都城吧 这是个会吃人的地方 老爹看我许久 没有说话 文家在东离 渐渐不那么显眼了 老爹不再像原先那样锋芒毕露 他变得不争不强 河边钓鱼 茶楼喝茶 我有时候看他不像是 德高望重的文成像 倒像是街头巷尾 最常见的小老头 对于他的变化 我是喜闻乐见的 后来我也学起了他 收起了自己跋扈的性子 不再到处凑热闹 平日没事 就喜欢在自己院子里待着 也没干什么事 就是喜欢睡觉 前几年还好 后来睡觉时就常常做梦 我不止一次梦见过霍心莲 每次午夜梦醒 我便再也睡不着了 常常在床边 一坐就是半夜 霍心莲走了之后 我的生活突然就没了乐趣 我越来越沉默寡言 霍心莲走了的第四年春 老爹终于向老皇帝 递了词官的折子 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的 朝堂至上没有一人阻拦 哦对了 去年冬天 冬宫一煮了 先太子运气不好 没挺过来 允了 离开都城之前 我的一众小姐妹 来我家给我送行 他们平日在家里规矩多 也就在我这自在些 有人带了几坛桃花酒 我们在亭子里 一杯又一杯地喝着 日落时分 各家的小思寻来 将他们各府的小姐带回家了 我瞅着角落里匪衣女子 笑道 他们都走了 你怎么还不走 她是宋云 哦就是那个大理寺少卿的妹妹 宋琴 我记得我与她关系并不是太好 以前还在书院时 就常常闹矛盾 所以今天看见她来 我是有点惊讶的 宋琴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仰头将面前的一盏 桃花酒一眼而尽 两久之后 她说 文兰 有些话我得跟你说 我挑挑眉 示意她继续 我向来不喜欢你 我抬手 打住 你要是特意来数了我的 那还是算了吧 宋琴抿了抿唇接着说 我之所以不喜欢你 是因为霍兴莲 突然听到这个名字 我有些正愣 毕竟快三年没听见 有人向我说起她了 谋逆之人的名讳 有人连说出来都嫌晦气 我也喝了一盏酒 你喜欢她 这件事我早就看出来了 她对霍兴莲的喜欢 也并没有刻意收敛 是 宋琴莲没有否认 我乐了 那难怪你不喜欢我 毕竟她那般讨厌我 宋琴抬头看着我 我被她的眼神看得发毛 怎么了 霍兴莲还在的时候 我时常跟着她 但我发现 她的目光永远注视着你 宋琴眼睛红了纹蓝 只要有你在 她就永远看不见我 霍兴莲喜欢的 从来都是你 她突然哭了 我有些措手不及 我手忙脚乱的给她递帕子 我最怕人哭了 递帕子的手伸到一半 我猛的僵住 方才宋琴的话如惊雷一般 在我脑海中炸开 她说什么 我怎么又听不懂了 宋琴还跟我说了一件事 四年前我落水之事 原来并非意外 我当时也是被猪油蒙了心 将你推下水后 我常常睡不好觉 那次宴会上 我被人算计了 算计我的人是 户部尚书陈岳的儿子 陈玉英 据宋琴所说 陈玉英本来算好了 在我落水之后 就上演一部 英雄救美的戏码 将我就上来 彼时阳春三月 大家穿的都不多 我落水后 衣服湿透 若是陈玉英将我 从湖里抱了上来 这难免会遭人口舌 其实我不在意 可我还是得顾及 我老爹的面子 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与那陈玉英定亲 他们为什么要 费这般功夫 来对付我 其实也很好猜 无非是想拉拢 文丞相重新站队 毕竟他只有我一个女儿 可谁知道 竟被霍兴莲截了胡 宋琴儿有些愤恨地盯着我 你不值得 我装作不在意的模样 值不值得 也不是你说了算 宋琴儿被我气走后 我才猛地瘫坐在地上 脑海中思绪一片混乱 霍兴莲早就知道 早就知道 救了我会有什么后果 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 跳进了那汪湖水 老爹带着我娘 先走一步回了老家 我则带他们绕过江东 顺道去探望我的外祖父 为了能尽快赶到江东 我没有走官道 而是选择了更近一些的山道 山间小道崎岖 队伍摇摇晃晃走了三日 才走到江东地界 我走下马车 看着前面飞落的山石 不由头大 前路被堵了 我回头看了看吩咐侍卫 调转车头 我们寻别路走吧 大家还没来得及动身 周遭茂密树林里 就突然钻出来一群魁梧大汉 我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就往马车里钻 还没走几步 就被人抓住了 那人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 突然仰天长笑 兄弟们 经个运气好 得了个好货色 我看着他的满嘴黄牙 浑身坠肉 当即黑了脸色 给我松开 那人笑得更放肆了 还挺辣 我喜欢 说吧 他大手一抓 将我扛在了肩头 转头往山上走去 我带的侍从 都是忠看不忠用的 没几下就被全部收拾了 我趴在那大汉的肩头 颠得直晕 我要吐了 你放 放我下来 大汉不信 你以为我这么好骗 他又扛着我走了几步 还很兴奋地蹦了蹦 我头朝下 脑袋冲血 实在是支撑不住 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全吐他头上了 嗯 有点恶心 大汉不动也不乐了 我心里畅快了 蹦啊 你倒是接着蹦啊 对没错 我们遇到了打劫的土匪 为了不让我们 看清上山的路线 他们还将我们的眼睛 给蒙上了 我比其他人待遇好些 为了防止我在吐 他们把我嘴也堵上了 我们被抓进了寨子 听他们讨论的 好像还打算 把我献里大当家 好家伙 这是准备把我当成 压寨夫人来培养 我被绑在一棵树上 只能靠听力 辨别着周围的环境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大部分都是男人 他们冲着我说些 下流的脏话 时间长了 我就有些害怕了 不知过了多久 周围嘈杂的声音 突然消失不见 我听见一阵脚步声 自远处走来 大当家好 震耳欲聋的喊声 在山林中回荡 我被震得有些头晕 心到这位大当家 还挺有威望 也不知道 是不是如同戏本中 所写的那般身高九尺 身穿虎皮 凶神恶煞 还有的戏本子说 那些桑尽天良的土匪 还喜欢吃人肉 脚步渐渐朝我逼近 我感觉那位大当家的脚步 在我面前停了片刻 语气慵懒随意 这些都是谁 将我绑来的土匪 立马凑上前 老大 这是今天山下抓回来的 里面有个女的 容貌身段都是极好 特意献给您的 那人吃笑一声 我就不用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说吧 便往前走去 我愣在原地 脑海中泉 是他风才的声音 我开始奋力挣扎 身前的土匪 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给我老实点 他这一巴掌 正好将我嘴里塞的破步 给打掉了 我喘了几口粗气 胸腔涌上来的愤怒 冲塌了我的理智 霍兴怜 我私生力竭地 朝所谓大当家 离开的方向喊道 你混蛋 我认识霍兴连十几年 他的声音我 怎么会听不出来 我被人连夜送下了山 但他们不知道一句话 请神容易送神难 我跟着他们又回去了 姑奶奶 算我求你了 你就赶紧走吧 将我绑来的土匪 就差跪在地上求我了 我丝毫不为所动 指着寨门 你叫你家大当家 出来见我 那人面如土色 你不要为难我嘛 接下来我就让他 见识到了 什么是真正的为难 我扯乱了 自己的头发和衣服 深吸一口气 对他说道 大兄弟 对不住了 他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一下子扑到他身上 拽着他往我身上贴 嘴上去喊着 就密码 强强名女了 碰 我话音还未落 就听见有人一脚 踹他的寨门 霍兴怜一脸阴沉地 朝我们走了过来 那土匪举着双手解释 大哥 他诽谤我呀 我被霍兴怜拽进了 他的房间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现在不下山 那就永远都别下山了 我知道他在吓唬我 我摸了摸 他横在我面前的手臂 指示着他 你的手下说 要让我给你当压寨夫人 我现在觉得还不错 霍兴怜说我疯了 我静静地看着他的脸 没说话 四年没见 他变了不少 原来京城最先一怒马的 少年成熟了 标志就是 他左脸上的那道 几乎从下巴 划到耳朵的长疤 他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不动声色地转变方向 拿他完好无损的右脸对着我 我乐了 怎么 你还怕吓着我 霍兴怜眉头一皱 又要骂我 我猝不及防 伸手摸上他的脸 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妈撒着他脸上的疤 轻声问 这是怎么弄的 语气是我也不曾注意到的心疼 霍兴怜阵沉着脸 跟我说起他 这四年的际遇 很多时候都一两句话带过 只有说起他跟谁打仗打赢了 成功算计了谁谁谁的时候 表情会轻快不少 我又问他 受伤的时候呢 你怎么不说 霍兴怜我 你烦不烦 我没像以前一样跟他互对 我很认真的看着他 我想听而已 霍兴怜又不说话了 我叹气 不再跟他多绕弯子 直接了当地问他 霍兴怜 你是不是喜欢我 霍兴怜愣了一瞬 然后便冷言冷语地嘲笑我 啊 文兰 你这脸皮真是越来越厚了 我不为所动 而且不依不饶 那你回答我是与不是 霍兴怜 你也不看看 自己是个什么模样 哪有半点女子该有的样子 我并不生气 只问一句 是还是不是 霍兴怜 我是不是 若是寨子里的其他土匪 看见他们的大当家 被一个小女子逼得落荒而逃 还差点被门槛绊倒 那怕是会觉得丢脸吧 我看着霍兴怜略显慌张的身影 消失在门口 顿时觉得心里舒畅极了 第二日 我写了一封信 让侍卫带给我爹 信中没提霍兴怜 故人喜不自胜 因而需要在这边多留几天 我知道 无论是送信的人 还是送出的信 霍兴怜都差人字字细细地检查过 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毕竟霍兴怜变得如此多疑 我完全能够理解 她如今能让我留在这个寨子里 已经让我很惊喜了 午后霍兴怜果然来找我了 她盯着我扑完床 又盯着我将行李什么的都收拾好后 才终于忍不住说话了 你真不走 我头也没回 不走啊 霍兴怜久久没说话 就在我忍不住回头时 才听见她内积不可闻的一句 你最好别后悔 我才不会后悔 我在这寨子里过得真是太爽了 我到处宣扬 我是大当家的压寨夫人 本来他们是不太相信的 可后来见我几次 我跟霍兴怜伴嘴后 就对我的话深信不疑了 他们真的很好骗 所以我在这寨子里的待遇 是最上乘的 虽比不上在京城富贵 但盛在快活 只是有一点不好 我这个人向来自来熟 喜欢交朋友 寨子里的女孩子 跟我熟了之后 就总喜欢往我屋里跑 我那本就不多的首饰 被我送了来七七八八 看着空荡荡的首饰盒 我还是有些郁闷的 毕竟锦衣玉食这么多年 突然拮据起来 让我有点无所失从 正准备睡觉时 听见后山传来 嘻嘻嘻嘻的一阵声响 我想了想 还是寻着声音过去了 我蹲在林子里 看见七八个人 围成了一个大圈 霍兴怜同 另一个人在里面 一个站着另一个跪着 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跪在地上的男主跪行着 一到霍兴怜面前 苦苦哀求 然而霍兴怜依然面无表情 手起刀落 将男子胳膊斩下 鲜红的血喷射的到处都是 我摸了摸脸上 溅上了一滴血 只觉得整个身子都是凉的 在这一刻 我才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霍兴怜已经不一样了 霍兴怜发现了我 神色灰暗不明 受伤的男子被人抬了下去 但断手还横在 我与霍兴怜中间 格外碍眼 霍兴怜走到我跟前 挡住了我的视线 他蹲下来看了看我 然后伸手将我脸上的血和泪 都擦干净了 他说你哭什么 我看了他一眼 终于再也忍不住 开始嚎啕大哭 我的手势都没有了 霍兴怜也没哄我 但我哭累了才说 你在京城这么多年 还缺手势 那不一样吗 我瞪他 霍兴怜无奈摇头 朝我伸手 站起来 我抬头看他 蹲太久了 腿抹了 最后 是他将我背回去的 我趴在他的背上 身子与他紧紧相贴 甚至能感受到 对方跳动的心脏 霍兴怜的肩背宽阔 让人心安 我将脸贴在他的脖子旁 轻声问道 你为什么要杀他 霍兴怜说 那人背着我去山下 抢劫了一户人家 害了人命 我只是在惩罚他 我问他 那你呢 你有干过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吗 霍兴怜沉默了 静静地背着我走路 没再说话 我用脸贴了 贴他右脸上的把 他的身子猛然一顿 我闭着眼睛 近乎呢喃 没事的霍兴怜 你不用对得起任何人 你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 我见过他的痛苦 所以他走什么路 我都不会拦着 两久之后 霍兴怜才开口 声音有些哑 文兰 我该拿你怎么办 第二日 霍兴怜就差人给我 送来了一整箱的首饰 金灿灿的 瞧着就让人心生欢喜 老皇帝驾崩 新太子登基的消息 传到江东时 霍兴怜发了好大一通火 他阴沉着脸 将自己关在屋子里 我去看他时 正好遇见来送饭的阿婆 阿婆说 这还是我第二次 看见大当家 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问他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阿婆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那次还是因为我的过错 我帮大当家收拾屋子时 不小心弄丢了他的东西 就因为这个 我有些疑惑 毕竟在我的印象里 他虽然对我 从来都是牙字必报的 但对旁人向来 不会斤斤计较 我好奇 弄丢了什么东西 竟对他这般重要 阿婆想了想 恍然道 是个很好看的御观音 是大当家最在意的宝贝 说实话 当我一睁眼 看见我老爹时 我虽有点惊讶 但是多多少少 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当我得知太子登基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在寨子待不长了 但我没想到 霍兴莲速度这么快 当天晚上就把我敲晕 送到我老爹这了 老爹看我醒了 叹了口气 文兰啊 我早就让你放下 我扯了扯嘴角 哪里能放得下 他将我送回来 其实我并不生气 我就是有点伤心 老爹看着我没说话 片刻后 从怀里掏出的东西 递给我 我接过来 这是什么 老爹说 文兰你真能耐 你祖母给你留的御观音 你就这么送给旁人了 我看着手中的物件 心里一股无名火 窜了上来 霍兴莲 你很好 不仅将我打包送回来 还将我送你的东西 一并还了回来 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 从此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我有点生气了 数月之后 霍兴莲接该起的消息 就传遍了东黎 二皇子原本就昏庸无道 没有半点真才实干 但他拉拢 坚定臣子的本事 却是不小 太子失事后 他依靠户部尚书等人的实力 开始一步步往上爬 期间害死了霍将军一架 逼走了文丞相 打压一众忠臣良将 如今 他就要登上皇位 这让太多的人接受不了 霍兴莲接受不了 黎民百姓更接受不了 他们太知道 奸臣当道 天下会是怎么一番光景 无论结果如何 第一个遭殃的总会是他们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霍兴莲的谋反顺应了天意 几乎一呼百应 以霍兴莲为首的叛军 格外英勇 连攻下了数座城池 到这时 新帝才终于开始慌了 他派了人过来评判 可最终无意成功 听到这 我忍不住笑了 他现在才慌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早干嘛去了 东黎如今还能出战的武将 要么是忍辱负重留下来 却在朝堂上 处处受排挤的老臣 要么是通过关系上任的 没上过沙场的半调子 试问这样的人 遇见霍兴莲那样的沙神 能有什么下场 一个月后 叛军的队伍规模不减反增 算起来 已经有三名武将归顺了 听着前线传回来的消息 我悬着许久的心 终于放下来 霍兴莲兵马攻到京城了 老爹近日时常望着京城的方向出神 连我何时走到他身边也不知道 我将衣服披在他身上 同他一道站着 天都黑了 怎么还不休息 老爹没看我 折指天上的星星 你说 若是你霍伯父知道 霍兴莲变成这样 他会不会怪我 我有点不乐意了 霍兴莲变成什么样了 我觉得他很好 我爹瞪了我一眼 小白眼狼 我没跟他顶嘴 跨着他的胳膊轻声道 老爹 霍伯父不会怪你的 你保住了霍兴莲 已经很不容易了 霍伯父在天之灵会保佑他的 对吧 老爹拍了拍我的手没说话 两久以后 他转头看着我 问 文兰 你有没有想过 若霍兴莲这一仗打赢了 你们会怎么样呢 我一愣 乐道 还能怎么样 他愿意娶我就娶我 不娶我 我就驾驭旁人 老爹也愣了一下 一言难尽地瞧了我一眼 你倒是想得开 想起老爹先前问我的话 我觉得我考虑得太早了 眼下我能不能 活着看到霍兴莲打赢 还是个未知数 谁能想到 谁能想到 心地一行人 见霍兴莲攻到宫门 竟直接连家都不要了 连夜逃到了江东 也不知道是哪个碎嘴子说的 我与霍兴莲关系匪浅 抓到我定能震慑霍兴莲 于是我半夜三更在睡梦中被抓来了 当我被取下遮掩的不条 看着眼前的男人 一下子就明白 那个该死的碎嘴子是谁了 原户部尚书之子 现任户部尚书陈玉英 爱卿 爱卿 那霍兴莲就要追来了 我们快些跑吧 心地仓皇失措地 拽着陈玉英的袖子 神态慌乱 说实话 他要是不出声 我压根注意不到他 这小皇帝实在太不显眼了 放在人群里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陈玉英的小丝呢 陈玉英面无表情地宽慰他 陛下莫及 眼下他在我们手里 霍兴莲必不敢轻举妄动 我见他指着我 忍不住笑了 你们拿我威胁霍兴莲 笑话 我与他在京城 就向来不对付 他若是看见我 怕是会先你们一步一箭射死我 心地一听又急了 对呀爱卿 他俩打架的时候 我还瞧见过呢 陈玉英看着我笑而不语 表情非常欠奏 我在心里骂骂咧咧 该死 笑什么笑 笑了我怪慌的 霍兴莲的速度很快 我跟他们还没聊两句 就听见门外 传来阵阵马蹄声 陈玉英脸色一变 就让人赶紧把我绑了 抓着我来到门前 因为我是从被窝里被抓出来的 又被他们五花大绑 因此 现在样子着实有些凌乱 霍兴莲起码在我们机密远处停下 看见我的那一刻 脸色变了又变 他死死盯着我 语气怪可怕的 他们把你怎么了 我一愣 还没来得及怎么呀 低头一看我的衣服 当即就明白他误会了 我跟陈玉英对视一眼 同时开口 你别误会 我可没动他 我估计陈玉英自己都没想到 他竟然花了整整一炷香的时间 来跟霍兴莲解释 我的衣服 为何这般不雅 霍兴莲最后倒是相信了他的话 转头便来骂我 你怎么这么笨 他来抓你你就不会跑吗 我翻了白眼 我正睡觉呢 他跑来把我绑了 你让我跑哪去 床底吗 我俩一来一回呛起来 旁若无人 陈玉英看着我俩 当着他的面吵架 脸色也是好看得紧 不一会 他终于忍不住打断了我们的话 不是 你俩是在谈情说爱吗 我有些羞涩的偏了偏头 真不好意思 被你看出来了 陈玉英恼羞成怒的将我嘴堵上了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这人气软怕硬 他怎么不去堵霍兴莲的嘴 陈玉英说 霍兴莲 咱们做场交易如何 霍兴莲吃笑一声 其在马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就你 也配 陈玉英也不恼 英策策的笑了声 随即快速在我手臂上划了一刀 不是 你有病吧 我在心里狂骂陈玉英 身子却被疼得直抖 陈玉英很满意我的反应 又看向霍兴莲 现在呢 霍将军觉得我有没有资格了 霍兴莲沉默着不说话 我看着他紧抿着的嘴角 就能窥探到他内心的挣扎 陈玉英指了指身后的屋子 那小皇帝我可以送给你 你不是要报仇吗 尽管杀了他就好了 脸真够大的 我忍不住翻了白眼 看到小皇帝没脑子的样子 也能知道 霍家当年的灭门惨案 并不是他提出来的 眼下看来 里面怕都是陈氏父子的手笔 所以 这陈玉英才是霍兴莲真正的仇人 小皇帝在屋子里听见了陈玉英的话 立马冲了出来 抓着他的衣领质问 爱卿你刚刚说什么 朕如此相信你 你怎么能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陈玉英一巴掌扇晕了 我虽然处境也不怎么样 但是此刻竟有些同情他了 果然人还是要多读书 小皇帝就败在没脑子 屋子东侧是一出万丈悬崖 陈玉英拽着我来到崖边 问霍兴莲 霍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霍兴莲沉声道 你敢动他试试 不得不说 霍兴莲说这话的时候挺帅的 陈玉英 你以为我不敢吗 我大不了就是一死 若是死前能拉上丞相之女颠背 死的倒是不亏了 我和霍兴莲都知道 他说的是实话 毕竟他被逼到如此田地 早就无所畏惧了 我看着霍兴莲星红的眼底 心里不由酸涩 他忍辱负重这么多年 只为了给他霍家几十口人报仇 如今仇人就在眼前 却又让他放弃 这未免太过残忍 我以前看西本的时候 时常会看到相似的情景 男主为了女主 最后放弃报仇 以得抱怨 说实话 我有点看不上这样的桥段 眼下轮到我了 我变成了霍兴莲 报仇之路上的阻碍 我不想让他为了我放弃报仇 我不想让他以后 回想起这一刻时 会怨恨我 我想让他心魔消除 未来光明坦荡 我想让他能一夜安眠 不再梦魇缠身 陈英在我旁边 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 每一句都仿佛在将霍兴莲 推向另一个深渊 我看向霍兴莲 目光在他的眉眼上来回流转 最后在陈英惊讶的目光中 将嘴中的的布条吐了出来 回头朝他笑了笑 你塞得本来就不紧 我又重新看向霍兴莲 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霍兴莲 你喜不喜欢我呀 霍兴莲看着我 神情肉眼可见地紧张了起来 你提这个干什么 我不满意地摇头 我只想听你的答案 霍兴莲的手紧紧攥着缰绳 两久后才忽然松开 看向我的目光柔和了不少 喜欢 很久之前就喜欢了 我笑了 点头道 那就好 好巧 我也喜欢你 陈英英静怡不定地看着我俩 我转头朝他笑了笑 随即快速转到他身后 将他狠狠往前一撞 霍兴莲翻身下马 用手中的长刀刺穿了陈英英的胸膛 与此同时 我因为惯性向后方悬崖跌去 我看见霍兴莲跌跌撞撞向我奔来时 突然就是怀了 你好好活下去 我本以为我会跟仙女似的飘落下去 结束我短暂但绚丽的一生 但是我想错了 我跌下去的姿势不太雅观 连着被十几棵悬崖边的树枝勾住衣服 最长的一次 是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挂了一炷香的时间 虽然丢人 但这些树救了我的命 当我摔到崖底时 竟还有些清醒 也不知道跌进什么地方去了 地上没有什么坚韧石子 躺在上面软绵绵的 后来我听救了我的大爷大娘说 他们是在一片枫树林捡到我的 我伤了腰和腿 很长一段时间连知觉都没有 我一度以为我贪了 大爷大娘心地好 为我请了个郎中 给我扎了几针 作为报答 我将身上仅有的一点财物 玉观音给了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 我下半身渐渐有了知觉 但还是动不了 偶尔能坐起来自己吃饭了 三个月后 我的伤好了不少 虽然还不能下地行走 但坐在床上帮大娘干点针线活 确实可以的 多神奇啊 我这么讨厌针线活的一个人 竟也能将鸳鸯细水秀出来了 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了半年 在这半年里 我几乎听不到半点跟外界有关的消息 这个村子 好似于是隔绝了一般 但是有一天 村子里出现了一个 我没见过的生面孔 他是大爷大娘的儿子 数十年前离开这里出去闯荡 如今才第一次回来 我看着三人抱在一块痛哭流涕 心里有些感慨 也不知道我娘和老爹怎么样了 儿子名叫铁柱 在他们的序话中 我听明白了 这铁柱刚出村时 年轻其盛 在外与人起了冲突 一时失手把人打死了 这么多年 竟一直在牢里关着呢 我有些好奇 若是失手杀人 或最少说也得15年 你怎么 铁柱看向我 神情有些羞涩 或还是个纯情小伙 铁柱组织了半天语言才解释到 本来是判了15年的 但是现在新帝继位 又将迎娶皇后 天下大喜 这才大赦天下 将我们放出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外面的事情 一时有些正愣 两久之后才回神问他 新帝是谁啊 铁柱挠挠头 这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姓霍 是个将军 那一刻 我感觉我的脑袋榨成了烟花 我的腿走路还是有些疼的 但这并不影响我出去的决心 我也不是要出去 让霍兴莲丢我的说法 我其实就想看看 他要娶的皇后长什么样子 在某些事情上 我挺喜欢钻牛角尖的 我跟那大娘为我联系的车队 离开了这个偏远的山村 一路向了都城去了 赶了七天七夜的路 我终于在封后大典当天赶到了京城 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 此时的我一定形容憔悴 不堪入目 哎 我叹了口气 一蹶一拐地往前面走 丰厚大典当日 皇帝会携心后在神武大街游一圈 受万民敬仰 我赶到神武大街时 只看见了乌泱泱的人头 在这皇帝和皇后的超大豪华的轿子 从我面前走过 我只看见霍兴莲的背影 穿上龙袍 都有些不像他了 我找了半天也没看见所谓的皇后 不如问旁边的人 皇后呢 我怎么没瞧见 那人瞥了我一眼 指着霍兴莲的背影道 不就在皇帝怀里抱着吗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霍兴莲竟如此不守难得 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与人搂搂抱抱 成何体统啊 我被震得一时失语 但反应过来时 语无伦次的说道 霍兴莲是想当昏君吗 好巧不巧 这句话正好被路过的侍卫听见了 他二话不说 把我从人群中抓了出来 大人 此人怕是逆挡余孽 那么大一个屎盆子就扣在了我头上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那位所谓的大人 就把我拎到了队伍前面 我腿上一阵酸疼 一下子跪倒在地 我听见他跟霍兴莲说话 那一瞬间我连头都不想抬 有点丢人 好像每次碰见 他我都挺丢人的 霍兴莲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不过是个小乞丐在胡言乱语 放了吧 不要扰了镇与皇后的游行 小乞丐三个字 狠狠刺痛了我的心 你俩倒是浓情蜜意 抗逆情深 我就活该这般倒霉 一直以为积攒起来的委屈 在这一刻爆发了 我红着眼睛抬头看着他 一字一句道 霍兴莲 你混蛋 可我还没来得及撒泼 心中的熊熊烈火 就在视线触及到霍兴莲怀里的时候 陡然灭得干干净净 霍兴莲怀里抱着一个牌位 上面写着 无期闻安之灵位 我心里一个灯 在抬头对上霍兴莲错愕的目光 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慌乱之余 我拨开众人一蹶一拐往外面跑 霍兴莲一把扔开手中的牌位 跳下轿子就来追我 周围众人手忙脚乱地接牌位 大喊 小心点 别让皇后摔着了 然后我就听见了霍兴莲气急败坏的怒吼 接什么皇后 快去抓活的 好家伙 我跑得更凶了 我总感觉 我一旦被抓回去 定会被霍兴莲拆吃入腹 事实证明 我的感觉并没有错 我被霍兴莲关在宫里折腾了整整三天 最后我实在没力气了 将他一脚踹出了房门 晚安 明镜与点点栏目